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一小节呢我们看一下多媒体技术基础当中的另外两个知识点 一个是图像的基本属性 一个是图像的质量评价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图像的基本属性 图像基本属性呢在我们大多数人当中啊会有分辨率 这个呢应该说是我们比较普及的一个知识点 但在这里呢我们想给大家说的是 其实呢图像的分辨率或者是说在我们视频监控技术当中 那么分辨率呢其实涉及到两点 一个呢叫做显示分辨率 另外一个呢叫做图像的分辨率 那么从字面意思呢我想各位呢大概也能够猜出来 显示分辨率呢就是我们显示屏能够显示的像素的数目 因为在我们视频监控当中是一定涉及到后端的显示这样一个环节的 那么包括了我们显示屏的选购啊 或者是我们在具体的应用当中去使用多大分辨率的显示器 包括我们前端配合摄像机和中间传输这一系列问题 所以呢我们要强调啊在我们视频监控技术当中 图像基本属性的分辨率呢一定是有显示分辨率这样一个一种概念的 第二点呢是我们的图像的分辨率啊 图像的分辨率呢应该说是 是各位脑海当中传统的这种分辨率的概念 是组成一幅图像像素密度的这样一种图像的方法 当然我们说图像的分辨率越高 这幅图像呢越清晰啊 这个呢是这样一种原理啊 再看一下像素的深度 其实在像素的深度我们在之前呢已经看到过这个名词 像素的深度呢就是指表达某一点像素所用的位数啊 所用的位数 之前呢我们在二支图像当中已经给大家说过 二支图像当中表达一点的像素只需要一位 零表示白 一表示黑 只需要这一位 所以它的像度深度呢我们说是一 而灰度图像呢我们说它的像度深度呢是八位 也就是一个点的像素是由八比特呢来进行表示 而这一点像素有多少个颜色呢 也就是二的八次方这么多种颜色 当然我们说RGB大家看一下例子 RGB这种颜色空间 它一点一点的这个一个点的像素呢 是由一个R分量一个G和一个B分量 三个分量组成的 而每个分量 它的颜色呢 颜色深度呢或者说像素深度呢都是八位 所以呢每个颜色 每每种颜色分量 它都有二的八次方这么多种颜色 那么三个三种颜色 再进行一个组合的话 那么有多少呢就是由二的二十四次方这么多种颜色 也就是我们说的十六点七万 约等于十六点七万种颜色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深色彩 深色彩 这是我们像素深度的概念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图像质量评价 图像质量评价呢我们说有两种方法 一种呢就是我们主观的评价法 看看这个图像好不好 或者在这里头呢我们为什么要提到图像的质量评价呢 就是因为在我们视频压缩技术当中 我们在压缩以前 当然没有问题 压缩以后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压缩以后的图像 跟之前的图像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 或者说我们是否能够接受 这个呢就是我们去研究图像质量评价的这样一个目的 那么图像质量评价有主观评价 就是我们肉眼的人眼的主观的去看看 看看前后好不好好不好 那么这是我们人为的一种评价 当然在我们计算机当中呢 我们通过可以通过去计算像素的修改的这种变化呢 去进行一个客观的评价 也就是从数据层面上的去进行这样一个评价 那么评价的方法呢 最常用的啊就是这个峰值性造比 通常在经过压缩以后 输出的图像都会有某种程度的这种失真 为了衡量经过视频编码或者压缩以后的图像品质呢 我们通常会用峰值性造比这样一个值 来认定某个压缩算法的程序是否令人满意 这就是我们峰值性造比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它的单位呢是db 它的单位是db 这就是我们这一小节的内容 谢谢大家